来 前面去看好了 哇 停这么极限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我老是判断不好呢 其实这都是有技巧的 很多的新手朋友 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以及停车时 总是判断不准 我们车头到前面墙面 或者是车头到前方 站起来的一个距离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分享 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让你轻声的去掌握 我们左右车头脚转弯 以及停车时的一个距离 来 我们上车 来 大家看一下 首先给大家讲解 停车时怎么去判断我们 车头到前方站起来的一个距离 看到没有 左右两边的车 都是车头朝着那个站起来的 很多的新手朋友 在停车的过程当中 都把握不好 车头到前方站起来的一个距离 不管你是SUV还是交车型 这个方法都实用 也就是说我们往前开的同时 只需观察我们这个 左后视镜的下沿 当这个左后视镜的下沿 与前方站起来跟不重合时 那么此时的话就要停车了 因为此时车的距离前方站起来 大概是30公分左右 来 我们下车去看看 是不是 整个车头距离前方的站起来 是不是刚好30公分左右 因为这个距离的话 只要毕竟你的车型去测试出来 有可能是30公分 有可能是35公分 也有可能是40公分 只要大家测试出来 这个安全距离的话 那么你下车开车 不管前方是站握也好 还是一面墙也好 都可以亲身的把握 车头到前方站握的一个距离了 对不对 第二 在转弯时 怎么去判断我们左右车头脚 到前方站握啊 或者是到墙面的一个安全距离呢 放车也非常的简单 你比如此时 我们车头前方有一面墙 对不对 我们往前开 需要左右转弯的话啊 往前开的同时 我们只需盯住A队的这个夹脚 当A队的这个夹脚与前面墙面 那个墙脚根部重活时 完全重活的时候啊 那么此时的话 不管是往左转弯 还是往右转弯 都能安全一把转弯过来 来 我们现在转弯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往左大马方向 往这边转弯过来啊 可能很多的朋友在车内 感觉我们这个右车路脚 都已经趁到前面那个墙面了 其实像我们整个这个右车路脚 距离旁边的墙面 至少至少是还有40公分左右的 来 我们现在把车倒一点点啊 倒一点点像这种情况 好 我们现在下车去看看 它的一个实际距离 究竟是多少 来 大家看一下 实时的话 我们整个这个右车路脚距离墙面 是不是还有40到50公分左右的 这个距离 这样转弯过来啊 非常的安全 就算车头前方是这样的 马路边或者是马路牙子时 只要A队的这个夹脚与马路边 完全重合时再打满方向 也能安全转弯 大家看一下车外的这个视角 是不是非常的安全 第三 怎样去判断我们 车头到前面墙面 或者是站屋的一个极限距离呢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来 大家看一下啊 你比如前面是一面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往前开的同时 只需打开大灯 大家看到没有 这墙面是不是有两个灯 也就是利用这两个灯点的高度 来判断我们车头到前方 站物的一个极限距离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车型 去测试出这个灯点的高度 你比如说 在此时 我们往前开 但完全看不到灯点 再停车 好 继续往前开 继续往前开 再走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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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 已经完全看不到 这个大灯的灯点了 对不对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整个车头距离前方 大概是10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 来 我们下车 去看看是不是这个距离 来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整个车头距离这个墙面 是不是刚好5到10公分的这个距离 这个方法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车型 去测试出这个灯点的高度 那么你下次开车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不管前面是一面墙 还是一辆车 还是其他的帐物 都可以利用这个大灯的灯点 来判断我们整个车头 到帐物或者是墙面的一个安全距离了 谢谢大家